在地緣政治裡頭 印度成了左右逢源 大家都喜愛拉攏的一個國家 他們說印度表現的機會來了 剛好今年G20輪到了印度 成為輪值主辦國 而莫迪說 他希望讓全印度14億人口 他的人口已經超越中國了 10億人口都知道 印度主辦G20 印度崛起了 但《紐約時報》做了一個評論 印度的全球野心 能否克服他日益加深的 國內的分歧 事實上印度的人權記錄是很差的 同時他充滿了他的國族主義 而且是印度教的國族主義 印度政府在G20的晚宴邀請函 用一個古老的梵文單詞 叫做Barat取代India 那麼某個程度就是呼應 執政黨推動印度教的民族主義 這是彭博社的報導 Foreign Affairs 美國最著名的外交事務 其看說為何莫迪不能讓印度 成為一個強國 他說政府的不寬容 正在撕裂這個國家 但某程度來說 國際秩序對印度現在是有利的 所以印度還是會崛起 而目前印度的戰鬥機 印度的無人機等等 還有印度的很多的各種的左右風險的情況 使得莫迪其實在一個民主制度裡頭 更像一個印度的強遠 經過好一陣子的觀望揣渡 答案終於揭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確定將缺席本屆在新德里舉行的G20峰會 改由國務院總理李強帶打 外交政策期刊和紐約時報 都把習近平這個決定 詮釋為刻意讓東道主印度 臉上無光 力挺印度總理莫迪的媒體 愤愤不平的結問 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 不曾缺席過涵蓋十九國 與歐盟的G20年度集會 外交政策期刊指出 G20峰會一向是北京外交策略的核心面向 例如在去年巴黎島峰會上 習近平趁機和他的首要競爭敵手 美國總統拜登 進行了策略性對話 拜登日前也公開表示 希望藉由這個場合和習近平會晤 G20可說是少數讓中國領導人和國際間競爭者 共聚一堂的舞台 因此習近平不尋常的缺席 讓各界議論紛紛 大陸官方並未解釋這回他不客前往的原因 分析家解讀 中國和G20成員國關係日趨緊張 尤其是美國和印度 可能正是主要原因之一 紐實指出 中國在亞洲地區的領土主張越來越強勢 中印兩國關係緊繃的根源在於沿著喜馬拉雅山 長達3440公里的未定邊界 兩軍甚至在2020年爆發流血衝突 巧的是 就在G20峰會前12天 中國突然發布2023年版標準地圖 把雙方有主權爭議的阿克賽清高原 和印度東北部的阿魯納恰爾邦 劃入中國僵域 使得中印衝突再度升高 外交政策表示 在約翰尼斯堡的金磚峰會場外 習近平和莫迪罕見地面對面接觸 討論如何降低兩國在喜馬拉雅邊界的緊張對峙 當時雙方釋出了樂觀信號 兩國似乎有望加快協商進度 解決邊界爭端 沒想到不過幾天的功夫已風雲變色 九月五號在印尼雅加達登場的東協峰會 習近平同樣也缺席了 北京剛公布的新版地圖 把同樣有主權爭議的南海豬島納入中國版圖 紐約時報引述分析人士的解讀 習近平可能更偏好中國的 中國擁有更大主導權的集團 例如八月底的金磚峰會 外交政策期刊指出 中國在金磚峰會上搶盡風采 成功遊說金磚集團新納入六個成員國 希望藉此鞏固這個組織 和西方主導的團體 例如G20想抗衡 習近平放掉今年的G20 也被解讀為北京進一步遠離 西方引領的組織策略的延伸 不過習近平決定待在國內 也可能是因為需要應對緊迫的經濟問題 畢竟在G20舉辦之際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持續惡化 中國經濟面臨多年來最艱困的時刻 不過在中美關係陷入歷史低點 即使美國高級官員接連走訪北京 卻仍無法破冰的此刻 G20這類多邊峰會提供了面對面 外交斡旋的奇蹟 紐士指出 習近平或許是想依據自己的主張 來緩解與美國的緊張關係 此外 主辦國印度 雖然是金磚成員國 卻也加入了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 這團體被北京視為意在圍堵中國 這回莫迪大張旗鼓 極力辦好東道主 期望透過峰會 進一步營造自己作為全球領導人的形象 但顯然習近平無意幫莫迪抬轎 印度即使和美國關係逐漸升溫 也加入了華府有岸外包陣營 但針對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 卻從不願出言譴責 也不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動 外交政策期刊指出 這場戰爭讓西方發現在 他們的核心聯盟之外 還存在著另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拒絕偏袒戰爭的任何一方 主要由非洲 亞洲和拉丁美洲組成 也就是所謂的全球南方 這些國家開始在國際地緣政治中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他們的影響力彰顯在金磚集團 這類逐漸擴張的結盟之中 幾乎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都拒絕加入對俄國的制裁行動 有些甚至還擴大於莫斯科的貿易 破壞了西方制裁的效力 例如印度在2022年間 與俄國的貿易一口氣增加了205% 全球南方的經濟影響力逐漸增強 但在國際間話語權卻不成比例 對此他們也極度不滿 分析家指出莫迪希望能藉這次峰會表明 國際地緣政治不只是美中兩國而已 他擁有自己的國際政策 擁有自己的國際政策 國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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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輕重 畢竟G20的成立宗旨 就是為了設把在國際最強大的國家之間 尋求共識